是不是真的成功試驗氫彈 我現在未有一次說法 目前中美俄等九個核武國家之中 即是有五個公認為掌握了氫彈 這種第二代核武的技術 氫彈比原子彈的威力大得多 兩者的分別又在哪裏呢 1952年美國執行一次或時代的核士代號 常春藤默克 是人類第一次引爆氫彈 早期的核彈都是原子彈 直至二戰之後才出現升級版 即是氫彈 無論原子彈還是氫彈 都是屬於核彈的類別 因為兩者都是靠核反應產生能量 原子彈用的是核分裂 由一般化學爆炸作為起爆 令中心較重的元素開始連環分裂 散那間釋放巨大的能量 而氫彈用的是核融合 透過結合氫原子彈較輕的元素 提供更大的能量 但是起爆溫度門檻極高 解決辦法是透過核分裂起爆 以一粒小的原子彈引爆氫彈 這種由小核彈引爆大核彈的技術 令到氫彈的威力 跳升至一般原子彈的100倍 所以原子彈是入門級的核武 必須先掌握原子彈的技術 才可以進一步做出氫彈 無法一步登天 現在全球有9個國家擁有核武 但是當中只有中、美、英、法、俄 5個國家能夠生產和使用氫彈 至於印度在1998年聲稱成功試爆氫彈 但是事隔17年後的今日 外界仍然未能確定 它是否已掌握相關的技術 有關對象 對象者有足的技術 所以是可以進行的 對象徵俄 好,是正式成功 幸福的設計 沒有的,我們